你最近是不是想放下一个人 放下一段不回应 看不到希望 痛苦又舍不得的关系 如果屏幕前的你 正在经历这个问题 请听完以下内容 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 想放弃 又觉得很难过 不想放弃吧 又会很痛苦 整天陷入一种 痛苦又不甘心的状态 作为一个过来人呢 我能够明确地告诉你 有些事呢 并不是一直坚持 就会有意义的 相反 放下可能才是我们的命中注定 经历了喜欢开心痛苦 就是为我们的人生 增添了经验 对于最后的聚散 根本不要强求 因为缘起缘灭 从来都不在你 不是你的你留不住 是你的就是你的 既然他没有了你 依旧过得很好 你又何必再执着于一个 不需要你的人呢 行一行吧 现实不是童话 没有王子和公主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你再怎么表达你的爱意 再怎么为他付出 一个像你关闭了知觉的人 又怎么会被感动呢 我知道你很难过 也很舍不得 甚至是觉得 分手全是你造成的 但是 你还有力气 去爱去挽回对方吗 你没有啊 面对对方的绝情和冷漠 你用尽了力气去挽留 却依然换不回对方的回头 接受现实吧 承认吧 是时候该放手了 你要相信 分手并不是只有你的错 甚至问题 只出在他的身上 不要为不值的人找借口 如果一个人还爱你 会舍得 让你经受这么多磨难吗 也不要再试图通过一些 细枝末节来说服自己 他还爱你 这些都是无意义的自欺欺人 没有谁对谁的爱是永恒的 除了父母 对孩子的 当初的山盟海誓 只是当时的感情流畏 一直沉浸在过去的美好里 只会让自己停步不前 他的冷漠 他的绝情 以及他对你的厌烦 都是他不再爱你们的证据 又何必把自己 一直放在一个卑微的地位 一个爱你的人 怎么会让你 一直难过 一直去低头 你也不用感到过多的难过 在这段感情里 你也已经做出了 很大的努力和付出了 相反还痛苦的是他 因为他失去了 那么爱他的一个人 是他不懂得感恩和真心 你要相信 他再也不会遇到 像如你那般爱他的人了 这是他的不幸 而不是你的不幸 你只是失去了一个 不值得的人 所以听我一句劝 放下才是最好的选择 也没必要再去发送 最后一条信息 或者见最后一个面 与他有关的任何事情 都不要做 因为没有必要了 更要狠下心来 直接拉黑删除 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和信息 放下意识 放过自己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努力地提升自己 再大胆地重新去爱 你也要相信 有始没有终 就是生活的常态 过好自己的 才是最重要的